七上八下 浮夸什么 这跟夏天一点关系都没有 嗨 大家好 我是GNZ48 天影闷碎的吴雨菲 浮夸的吴雨菲 在昨天速报的时候 心里七上八下 排练的时候 心里七上八下的 对 因为就是昨天速报 拿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 然后呢就非常感谢粉丝 感谢广大飞推们 对 然后呢能让我拥有一个 这么亮眼的一个成绩 真的就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NZ48 听明记得注意心 大家也可以叫我GG棒 搞快一点 猝不及防 当然首先呢 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们 在速报能把我投到十六 这么好的成绩 因为我的目标是十七 离我的目标还要更好 对 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能 给我这么好的速报成绩 真的非常让我猝不及防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 我们家这么快就会投票 对 因为我以为是后面才开始冲 所以还蛮猝不及防的 但是大家能够给我这个惊喜 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这些都是大家 就是和我一起努力之后的结果 真的很谢谢大家能给我这么好的名次 也希望大家可以以后跟我继续加油 然后我们的总学才刚刚开始 我不想就这么停下脚步 所以我们要搞快点搞快点 就是打起我们的精神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往前冲 对 然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拿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名次 大家好 我是GNZ48 Team 你们记得李珊珊 这两个词抽出来的时候也确实蛮猝不及防的 因为感觉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反义词 但是说实话我拿到速报结果的第一个瞬间的感觉就是猝不及防 因为我已经参加过第三次总选了吗 哦 不对 这是我参加的第四次总决选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在速报的时候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就是全团20名 然后中泰第三名 确实是很猝不及防的一个成绩 让我觉得很开心 高兴的我当天直接给我的亲朋好友们打起了电话 让大家知道我出息了 四平八稳呢 怎么说我说不出四平八稳这个词 因为我知道今年夏天还很长 战线还很长 速报只是开始它并不代表结束 但是你们的存在让我觉得我的心很四平八稳 就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接下来我一定可以完成我们最终的目标 我们要走向走进圈内 然后走在三十三名 今年一定要成功地站在大舞台上讲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尖子凤天艺TeamG的陈柯 然后我现在在这里要抽选我的关键词 山顶 没有想好这怎么讲山顶 五花八门的山顶都想去看看 我抽到的关键词是五花八门和山顶 这个世界的选择五花八门只有站在山顶的人才会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大家好 我是今天Z48 TeamG的杨可露 然后现在我要来抽这个关键词 这个也太符合 这个也太不符合我了 第二个 第一 哇 这个词 这一次速报拿到了26名的成绩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了 并且大家能看到我身上已经洋溢着特别兴奋的喜悦的氛围 就可以知道 我真的现在特别的开心 立一个flag 我杨可露 无论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一直到第48名 无论是哪一个名次 我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哭包 并且在总选的舞台上哭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NZ48 Team的方琪 现在我就要来抽这个千千了 对 第一个 天花板 是吧 再抽一个 夏天 首先很开心 速报拿到了28名的好成绩 对 然后 首先先谢谢我的番茄大军们 谢谢你们 然后就是 这个名次并不是我们的天花板 然后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加油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NZ48 TeamZ的梁万琳 首先很感谢大家 能让我完成我的第一个目标 速报进圈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魔导师们真的是太棒了 虽然离我们最终的目标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但是我相信 这不是我们的天花板 我们要一直的往前冲 最初的梦想是成为第一 冲呀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NZ48 Team 闷碎的刘千千 你们可以叫我千千护士 哈哈 七七 两个是吗 其实在速报开始之前 我的心情还是非常忐忑的 就非常的七上八下 我特别希望这次的速报 就是我们的中报了 就是希望我们 就是开了这样一个好头 就希望最后的结果 也能像现在这样子 非常的令我满意 让我们把所有的不可能 变成可能 让我们今年的夏天 不留遗憾 开开心心的 站在更高的地方 闪闪发光 对 然后谢谢我的粉丝 为我做的每一份努力 然后今年夏天 我们一起发光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FQTA 坚韧直言GNZQTA的张欣 然后这一次因为不在广州 所以拜托上 给我抽了两个词 一个是下次一定 到一个就是奇迹 然后这一次速报 拿到了第37名的成绩 非常谢谢阿兴的饭团们 给我的投票 那我们下次一定 在中报的时候 能看到我们 理想目标成绩的第七名 期待这个奇迹的出现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NZ4T18N3的洪景文 下次一定 第二个关键词 整活 整活 下次一定整活 那么首先感谢我的粉丝们 在这次速报 给我拿到了39名的一个好成绩 虽然你们一直跟我说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但是我知道你们 尽全力的会把 我想要的东西 给到我 这么喜欢我 这么会整活的你们 我真的 非常喜欢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NZ4T18N3的 龙颜亭 大家可以叫我萱萱 谢谢大家 在这一次速报的时候 给了我46名的好成绩 恭喜恭喜我们进圈了哦 这一次 我们不仅有黑眼圈 还有速报进圈了 在速报的结果出来之后 我给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是坚强的哭报 这一次要下到最后 然后这次呢 拿到这个成绩也是拼尽了 大家全部的力气了 然后呢 就是从现在到中报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呢 就是那种 总选尚未结束 非推人稀努力 我们最后 一定会在总选的舞台上 流泪的 对 谢谢大家 既然我们的速报 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我相信我们的中报 也一定会有一个好成绩 然后希望大家 我们可以再接再厉 勇往直前 对 然后 非常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战斗还不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 掉以轻心 一起加油吧 对于中报 中报就是 速中中的那个中报 我的希望是 还是能够找 拿到一个让我觉得 很猝不及防的好成绩 然后 就是还是能在圈内 然后能够在自己的目标之前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努力吧 有你们我就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为我投出的每一票 希望今天这份天也加油 希望我们加油 希望我加油 希望你也加油 希望我们大家都加油 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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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的名次 正确说我都已经挺知足的 无论中报和速报的名次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进圈 对 对中报结果的期望就是 我们要一起把目标放在中报和最终的中报 对 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吧 对中报的期望 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 但是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稳定进步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榜上有名的 给你们的心 加油 中报的话 我就希望就是我们还能保持啊 因为虽然说人不喜欢原地踏步 但我呢就可能还比较喜欢原地踏步 我们速报拿到了32名的一个好成绩啊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中报的时候 也可以原地踏步 是没有关系的 对 然后希望我们的中报也可以取得 非常令我们满意的一个成绩吧 然后一点一点的稳步前进 嗯 然后我们也要一直努力地到最后8月7号 获得我们心中所想的那个名次 非常地谢谢大家 首先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注重过程 其次才是注重结果的一个人 所以对我来说中报就是那个过程而已 其实我更注重的是这个过程中和你们一起奋斗过的每一个时刻和你们一起流过的每一遍汗和每一次幸福来临的精彩时刻 但是在这次的夏天里我们更要注重的是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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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果 所以呢也请你们陪我一起去加油去品尝这苦尽干来后的未来吧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这一次给我的决心和信心 给我的坚持和勇气 接下来的中报和中报 我们也一起加油 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继续努力 一起加油吧